由恐怖大師瘟子仁所創造的鬼屋驚恐實錄宇宙 不但打開他的恐怖宇宙 還捧紅了邪靈 例如鬼秀女、鬼蛙安娜貝爾 而今集鬼蛙安娜貝爾 還召喚了整班邪靈出來嚇大家 題材都是圍繞美國著名靈異現象調查員 華倫夫婦的真實事件改編 今次還將他們靈異博物館的收藏品搬上大螢幕 而主角鬼蛙安娜貝爾 正正就是真實事件改編 而原本的公仔 現在還放在華倫夫婦靈異博物館裡面 現在跟大家介紹 預告片中出現過的部分附有邪靈的物件 在預告片看到一件白色的婚紗 據說華倫夫婦收藏它之前 已經有七個新娘 因穿著它而在婚禮上殺死他們老公 最離奇的是 命案現場周遞血 但婚紗還夾著禁結白 而另一件出現在電影的日本武士規格 原來是華倫夫婦於1925年 成立新英格蘭02研究協會時收到的禮物 相傳這件規格是屬於日本戰國時期一名武士 以殺戮為樂 連婦女兒童都不放過 電影有一望會聽到規格傳出很多淒厲的叫聲 其實是來自犧牲者被規格的主人屠殺時所發出的哀求 而所累積的軟氣在規格上 而《鬼屋驚兇十六宇宙》中 每部電影都有互相牽連的關係 而安娜貝爾第一次出現在2013年上映的《鬼屋驚兇十六》的開場 但由於它大受觀眾歡迎 還發展成鬼娃安娜貝爾 鬼娃安娜貝爾造業 以及最新鬼娃安娜貝爾回家 裡面會說安娜貝爾的起源 再怎樣延伸到鬼屋驚兇十六宇宙 連哭入的女鬼中的各位神父 都曾經出現在《鬼娃安娜貝爾》系列中 還說她自己曾遇過邪靈安娜貝爾 而另一位受歡迎的邪靈 就當然是鬼獸女 第一次出現就在《鬼屋驚兇十六2》 連華倫夫婦都寄居三分 也大怯了鬼獸女出了一部獨立電影 回到故事起點 介紹鬼獸女萬惡奇緣 講到這裡 就當然要馬拉重拾追殺鬼屋驚兇十六宇宙 了解整個恐怖宇宙的來龍去脈 HMVOD現在有齊了鬼屋驚兇十六1-2 鬼娃安娜貝爾1-3 鬼獸女 哭入的女鬼 以及最新上映鬼娃安娜貝爾回家 如果未夠頭 還有其他經典恐怖經率電影任你選 小丑回魂 閃靈 驅魔人等 立即下載HMVOD 登記免費試用一個月 一次過看完 成功登記並點破的新用戶 將會獲賺二百六十點數 爆你看完整個月最新上架好戲 快點叫朋友一起免費試用啦 哇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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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嘈 嘰 嘩 嘩 嘩